复赛以来,孙明辉的出色表现有目共睹,俨然成为了广煞最粗最可靠的大腿 可是在7月4号对阵浙江和7月9号对阵山东的一些时段中,他的发挥受到了限制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两个队针对孙明辉进行了特殊的防守部署 我是秋迪时间的小飞,今天我想简单分析一下浙江和山东分别的防守策略 以及广煞和孙明辉未来需要调整和进步的方向 首先,针对孙明辉的挡拆,浙江队使用了很多种不同的防守方式 但最让孙和广煞不适应的是如下这种 在孙明辉和胡金秋发生挡拆的时候,原本防守胡金秋的21号朱续航 越过了掩护人胡金秋半个身位,右脚右手向孙明辉刺探,之后收缩回撤 而原本防守孙明辉的陈帅棚挤过掩护后迅速回追 在英文篮球术语中,一般把这种防守挡拆的方式称为show或者soft edge 执意过来就是弱言误 很多人可能对大言误,也就是hard edge比较熟悉 在大言误中,内线防守者需要非常有侵略性的冲向持球人,逼迫其后退 而在浙江队执行的弱言误中 防守人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刺探或者是平行移动 目的只是减缓孙明辉最擅长的突破 面对这种防守策略,广沙队也使用了多种对策 第一种就是孙明辉的持球三分 因为浙江队一开始的延误非常保守 也就是内线防守人仅仅是探部 在孙的防守人回位之前 实际上是有一个三分投射的间隙的 可惜的是,本场比赛 孙明辉的持球三分手感一般 在第三节才做出回应 这场比赛五投一中 而他赛季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也只有29% 想要再进一步 这项技术急需提高 广沙的第二种对策就是假掩护 也就是英文术语中的slip 因为在延误防守中 内线防守人是需要先越过进攻方内线 之后回追的 移动的距离相对较长 那么进攻就可以利用假掩护 让内线防守人难以回追 例如这一球 广沙内线苏若宇假装进行掩护 但在实际挡人开始前 他就已经开始往内线下顺 这么快的下顺速度使得浙江对内线张大宇 很难快速反应 从而让广沙产生了一个局部四打三的优势 同时 在若测也有一个胡金秋为赵延浩掩护的布置 这让孙明辉多了一个出球点的同时 也让浙江对下顺内线苏若宇的补防容易顾此失比 可惜的是 胡金秋的掩护质量不高 孙明辉也没有在比较合适的时间出球 整体进攻还是陷入了停滞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第三节 这次的传球直接被协防的陈帅棚断掉 这说明了孙明辉以及广沙对这类情况准备不足 战术执行力还不够 未来需要加强模拟训练 第三种应对则非常考验孙明辉的个人能力 即穿过防守间隙 也就是英文术语中的Split 我们常常在NBA看到类似的场景 例如这一球中 卢卡东契奇在原本防守他的贾马尔木雷 和前来延误的约棋棋之间穿过直杀篮下 这种技术动作对控球节奏和高低变换有一定要求 同时也需要很强的身体变相能力 比赛里孙明辉唯一的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这项技术上 他未来还有进步的空间 同样是针对孙明辉的挡拆 山东队采取了不同的防守策略 例如在这一球中 山东队的王乳恒紧贴孙明辉 之后努力挤过掩护 同时山东内线朱镕镇选择站在罚球线左右的位置 和孙明辉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 随着孙的突破向后滑步 这种防守策略在NBA非常流行 英文术语里叫drop 直一过来就是下沉 指的是内线防守者下沉回收的动作 这种策略的目的非常明显 那就是限制魔球理论中 效率最高的三分和上篮 如果持球人选择掩护后三分 那么几过掩护的外线防守人 会对其进行侧后方的干扰 如果持球人选择突破上篮 站位靠后的内线则能及时护框 相对的 对于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中距离投篮 这种策略给予的压力就比较小 事实上 山东的drop防守对孙明辉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多数情况下 孙明辉会选择继续突破 但山东的防守整体性和球员防守能力都比较强 到了近况位置 他往往会面临多名防守人的围堵 从而不得不被迫会穿外线 例如这一球中 他的低质量基地球直接被抢断 并引发山东队的反击 少数情况下 孙明辉会选择中距离投篮 但这一项技术也不是他的强项 在投篮热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湖顶中距离的命中率并不高 对山东的比赛里也没有中投进账 个人认为 在孙明辉未来的训练中 中距离的终结和处理球 应该是他需要提高的重点项目 如果他能在第一道挡拆后 有减速 变相乃至更多高级动作 衔接中距离跳投或者是抛投 配合上现在已经比较突出的近框终结 他的个人进攻威胁将再提升一个档次 除了限制孙明辉的挡拆 不管是山东还是浙江 他们都在孙明辉无球时进行了特殊的照顾 以这一球为例 在孙明辉借无球掩护准备接球前 防守他的陈培东 就已经将身体转向 背队掩护前来的方向 阻止孙明辉轻松地接球 而这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之后陈一直卡在孙和持球人之间 破坏了其接球意图 这个回合也以失误告终 这种防守在英文术语中被称作top lock 也就是尚未锁的意思 因防守往往在接球人之上 将其基金锁住而得名 两场比赛中 广煞对top lock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进攻经常性的卡顿 其实破解top lock有很多方式 例如接球队员的溜后门 接球队员反过来给掩护人掩护 或者是改变掩护的方向 未来广煞队和孙明辉 可能也要增加这方面的练习 提高他们对top lock的免疫力 随着孙明辉和广煞队的持续优秀表现 其他对手对他们的研究 也会越来越深入透彻 他们的短板也肯定会进一步地被放大 比赛过后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希望广煞队的教练组 能从表现不足之处出发 鞭策球员们持续进步 更上一层楼 我是秋迪时间的小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